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 LPL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即将结束 随着TES击败,AL也让WBG顺利晋级季后赛 但是没想到,在WBG晋级季后赛的当天晚上 WBG老板石头赶路在微博主动承认自己已经被开除了 这个春季赛,WBG战队最活跃的应该就是战队老板石头赶路 基本上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都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甚至还吐槽过队员 输给了FPX战队之后 FPX战队的老板也是一点没有惯着 直接发出了金熙适合年的回应 毕竟在此之前WBG战队的老板调侃过 怎么能输给FPX这样的弱队 对于这样一个疯狂带战队节奏的老板 大家都不是特别的满意 估计战队的高层也看到了这样的问题 就在凌晨的时候 WBG战队的老板石头赶路表示自己下岗了 WBG老板的发言如下 他先是突然发了一段周杰伦的歌词 看上去很伤感的样子 于是在评论区有粉丝询问 真被开了 WBG老板主动承认 是啊,待业了 而在WBG老板承认被开除后 评论区的粉丝们也是集体欢呼 拍手叫好 很多人直呼 活该 天天厂下带节奏 这么挑 活该被开除 看到这条消息 高兴到睡不着 也有粉丝表示 马上 WBG要打季后赛了 既然不是WBG的老板了 能不能安静点 更有粉丝嘲讽 WBG老板 虽然FPX老板的工资不高 但也不是没工作的人能碰瓷的 而石头赶路 口碑这么差的原因 主要还是喜欢乱说话 得罪了不少人 而在王者荣耀那边 还点赞嘲讽 AG偷冠军的言论 以及这场和AG赛前疯狂跳脸输出 结果比赛被AG爆打惨遭凌风 真的是小丑行为太多了 这些操作 得罪了不少圈内战队和选手 在路人圈的口碑特别差 至于WBG粉丝不满他的原因 一方面也是战队成绩不理想 粉丝们不满管理层的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则是在LPL这边 转会期和Dashai的事情 石头赶路多次回应 包括什么队服选的绿色 还把自己的头像改成 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向日葵 引发了大量Dashai粉丝的不满 只能说 情商能力素质都不太行 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 能做到被KPL和LPL的战队粉丝 同时爆破也是无敌了 不过 WBG老板的回应是开玩笑 还是真的被开除了 他有待观察 因为他向来喜欢口嗨 这次到底是真是假 可能还要看后续有没有新的消息 另外 在JDG败给WBG 痛失复活甲后 JDG突然官宣更换教练 JDG官宣原文如下 表示主教练 猫发身体不适 决定由Lin替代教练一职 备战后面的比赛 而LPL知名爆料人含义透露 JDG的新教练是无数 猫发和包卡都离队了 并且在评论区 有粉丝询问猫发是离队了吗 他不是Ruler指定要的教练吗 含义斩钉截铁回复 走了 对于主教练换人这件事情 不少JDG粉丝还是拍手叫好的 当然也有很多粉丝喊话 希望JDG可以把红米请回来 差不多红米的二胎也到时间了 赶紧把红米请回来 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春季赛 更换教练的LPL战队已经很多了 不少战队在换了教练后 队伍都出现了值得变化 最佛系的就是RNG 由Let Me换成了朱开 成绩和表现确实有所提升 最暴力的就是RA 发了纪录片 管理层在纪录片中 怒斥教练不能干就滚 然后就官宣了教练离职的消息 而最有节目效果的还是 LNG 在主教练白色月牙下课后 LNG好取四连胜 从排名靠后的战队 直接跃升至顺利晋级季后赛 选手们也从之前畏畏缩缩 变成了敢打敢拼 节奏快了不少 所以对于有些战队来说 更换教练真的有利于成绩的提升 会让选手的打法有较大的改变 更适合自己的发挥 JDG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EDG 这也是他们这个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在Malfab不再担任主教练后 队员们的表现如何 风格战术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这一场应该能多多少少显现出来 希望在更换主教练后 JDG能在季后赛有更好的发挥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觉得 WBG老板为什么被开除呢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 我会去挨个查看 感谢老爷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